那新產生兩個點以後呢 把它資訊秀出來 資訊秀出來之後 第一個點就是 就這個樣子 toStream 第一個toStream 第二個呢 是這個樣子 然後 它的classVariable numberOfPointsGrated 是這個 p.numberOfPoint 因為這是classVariable 所以它一共產生了兩個點 所以這個是 好 那 那這個就是Ruby的例子了 然後Inheritance 這個我們剛剛也提過了 Ruby是single inheritance 所以呢 它用一個所謂mixin mixin的這個mixin 當然我們就叫mixin 用mixin指的 然後讓multiple 達到multiple inheritance的這個做法 那另外還有一個feature叫symbol 那symbol是什麼呢 symbol這個東西 是冒號 就在你 你定義一個變數的時候呢 它前面 加一個冒號 你說這邊是很像這個hash對不對 first name 是Matthew Matthew 然後這個last name呢 是這個bonsec 這個這個例子裡面 那 那加了冒號以後代表什麼 就是說 一次只有 一個這個symbol呢 能夠擺在 記憶體裡面 一次只有一個可以擺在裡面 那 一次只有一個person 能夠擺在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 這個叫做symbol 那這裡語法 常常會出錯誤的是 這個前面要留一個空格 那冒號前面要留一個空格 不然的話常常會 一般人會 debug的時候 大概這個是語法裡面 這個會 那block跟iterator 這個我們剛才前面已經看過了 這個剛剛那幾個名字的 這多一點例子 大家自己再去熟悉一下 那這 那接下來是幾個block block的這個 例子 就你要重複多少次的 那這中間的 我想這我也不一一的看了 可以加上參數的 那最後語法裡面呢 還有一些稍微要注意到的地方就是 zero跟force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它沒有這種加加的語法 它只有加等的語法 或是這個 負等於負加一 這類的語法 它沒有加加這種語法 如果你用java或c的話 你就會 會學過這種語法 在這個 因為通常很多時候 我們學過某一個 語言以後 在學來這裡就是沒有的 那這個第一個 一個messor 這個我們也看過很多 這留給大家自己 這些例子留給大家自己 看 那regulate expression也是一樣 regulate expression 它也有support 那regulate expression 有時候在passing的時候 是很方便的 所以這個 這些例子都是這個 這些都是外面的tutorial裡面會談到的 那它很方便的一個就是 譬如說你宣告一個 你用到一個整數 那這個整數 它的 我們做factorio 對 我們155的 155的這個階層 這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那Ruby都可以做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arbitrary size 就是它沒有很多的限制在那裡 那它裡面複雜的部分 它幫你給做完 所以這個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 它有support這個單元測試 unit testing 那 那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來測試 你可以來 你可以寫 原來的這個 如果你做一個加法 加法的這個 class adder 然後這個 把這個數字加上外面一個數字 那 那 那這是一個加法的class 那這邊呢你可以做一個tester 就是unit test 我來 test的這個 這個程式 那就 我在外面 就是說你可以在外面寫一個這個rapper 就 我要測試某些程式的時候呢 我可以在外面寫一個這個測試程式 它提供這個 test的這個功能 然後 你可以test unit 然後 有給它test case 然後我來測試這個 你這個模組 或者這個class寫的 對不對 就你可以在你的程式裡面 再加上一個 一個這個 test的 程式 去test那個程式 那你說 你說我用其他的語法 我用其他語言 可不可以做到這些 這個testing的這個功能 也可以 可是Ruby它基本上 它就提供你的這個 define這個test 你可以 你可以在裡面 給它 你要把test case 把它 放到裡面去 因為 就你如果有很多 你要 generate 很多test的這種 呃 值是什麼東西 那你都可以把它放到這個 你的 你的這個 unit test裡面去 然後 只要有這個test 然後配 test這個ader 那就可以再 來 然後 constructor 我們這個剛剛 談過了 這是 constructor的例子 再多一個例子 那 getter 如果說 如果這個 constructor這樣 這是一個 這個class是一首歌 歌裡面呢 影響來就是這個歌曲的 呃 歌的名稱 然後 他的 他的這個 誰來唱的 對 然後duration 時間長度 那這個 這是一個歌的class 那但如果你要去抓 那個裡面的 資料呢 我們有傳統的來講 就用 getter 就是getter 就是你這個class裡面 那裡面的資料呢 你要由外面的這個 function 或外面的 message去抓 那這個我們叫做getter 那這個getter裡面呢 呃 你就定義了這幾個 name artist direction 定義三個 function 那然後 那這樣做就很累嘛 對 你的程式變很長了 做getter 那 那這裡呢 你要 就可以直接用attribute reader name art name 這三個都是什麼 加上這個就是symbol 加上冒號就是symbol 它記憶裡面出現一次 name 或是artist 或是duration 那這個就是一個getter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呃 那這個getter就是比較 比較 我們用java寫的形式的getter 這個getter就是 Ruby的getter 就變得 變得比較精簡 那這什麼 這語法上面的幫忙 你說為什麼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 可以讓你 那麼長的一個程式 變成這麼短的 這個 這個就是語法上的 呃 那refactor 這個動態的值的改變 這個例子 我想大家可以看的 我就不一一的看 就這個 這就是說它 它的值的 這個其實我們前面也看過一些 所以我想這個就不看了 好 那這個以上就是把 呃 Ruby很簡單的跟大家 再review一下 有些東西已經談過了 那再接下來我們要就看這個 Ruby on Rail 那Ruby on Rail的 部分 那很重要就是model view controller model view controller 這個像我們quiz 不知道考了多少次了 那但是 真正的應用的時候呢 那如果你善於應用的話 那你的 你的這個 不管是web的 或者是怎樣大的系統啊 你就會設計的比較好 就寫的比較 後面的人也比較容易維護 但如果你設計 如果model view controller 這個設計不好的話呢 那 後面人的 你的程式就寫的很不好 就你的這個 後面要維護你 然後你要更改一個 介面的時候 會碰到它的邏輯 會碰到 所以這個model view controller 概念很重要 然後用的時候 整個大部分現在的 這一些framework 不管是 不管是 這個C的Java的 或者是Ruby的Python的 他都把 都大概都apply 這一個原則了 讓你把你的這個系統 能夠做比較好的一個 一個切割 那 那這些大概都要 跟工具結合了 那這是一個 Rail跟Eclipse的結合 就是能夠把 Rail可以跟各種工具結合 Python也是一樣 順便調查一下 有多少同學 有用過Eclipse OK OK 那如果你用過Eclipse的話 那 那你就會 你就會知道Eclipse 它很 很powerful 它可以跟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 很多plug in 甚至我要寫這個 行動的程式 我要用很多 在open source裡面 大家最好的選擇 那 要寫Java 大家也是最好的選擇 那 那會用的話 那你用微軟的工具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 但是你要會裝 裝上不同的 不同的plug in 那 所以所有東西 如果你會用這個工具 以後你要學任何東西 你就把它加一個plug in 加進來 所以如果沒有 還不會用的話 你可以趁暑假 或什麼這個 來熟悉一下 那這個工具都差不多了 所有的工具都類似 那 那 它可以在Eclipse上面 也可以用很多的 Ruby是language 那 Rail呢 Rail它是一個framework 那framework 就表示它的這個 server 它server 它把web server 跟這個資料庫 通通整合在一起了 那 然後 你不用再去裝這個 資料庫 不用再去裝這個 一個 HTAP server 那 然後它的語法呢 變簡潔了 那這個是我一般來講 framework是這個樣子 那 那 Rail是一個用Ruby來寫的framework 那 大家還有很多其他framework 那我們現在